現在來到金門的建公園 做一下史觀光客 史觀光客來了 我就是史觀光客 這裏就是 也許就是 我看整個地圖好像是金門這裏 草間帶最廣闊的地方 就是這邊 這個 大家應該有看到嗎 應該看得見 整個都是草間帶 蠻廣闊的一片 好像 我看整個金門的海岸線 到目前為止 這是我到過最最廣闊的草間帶的地方 感覺很漂亮 超美麗的 可是現在有一點逆光 不好意思 大家好 嗨大家好 嗨大家好 這裡就是金門的建公園 也就是那個 有一個死雕像 那個鎮成宮的雕像 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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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来这边当时观光客的 所以就是这样子 这个雨的蛮漂亮的 就是退潮干潮底的时候可以走过来 是一个蛮漂亮的地方 蛮适合观光客来的地方 是的 这样已经走了一段时间走了那么长的路 终于 那么长 应该也只有七八百公尺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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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这个 登上了这个岛屿 剑公鱼 这就是剑公鱼 岛屿上还留有很多军事的遗迹 这就是军事的碉堡 那个枪孔 那个枪枪枪 那个 电台式 电台式 电台式就是在以前在那个 就是那个 国共内战的时候就是就是要播放那个 那个那个 播放那个 互相的喊话 应该厦门人跟金门人都会有很深刻的印象 现在老一辈了 现在可能也已经没有了 这个设施可能故障了 有些地方不能爬上去 这里写的 顾洛金堂 这个这个进攻鱼 也是曾经一度被 阿公啊 占据的 然后我们又抢回来 他们又抢过去 然后抢过来 抢来抢去 抢来抢去 啊 这就是 占地的 那个 那个 情形就是如此 看 这就是占地的遗迹 在这个岛上 百分之八十 已经被开发了 这不是岛 这个是雨 就是 外面的礁雨 一棵礁石 礁岩 那边是不是很好的点点 很好的钓点 啊 不过水都是有点阻啊 不过 大部分这里会吃路雅的 雨种 应该是 不怕水阻 就这样吧 好 我们现在 各位好 我们现在所 在的位置呢 就是这个 欸 建工雨上面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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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啊 呃 意思是一个 A宝 我不知道A宝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堡垒 对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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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t A 对 一个宝 反正不是汉堡 就是那个 说穿的 他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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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啊 而且我看见吗 他就是这个东西 是的 就是一个炮台 就是那个那个机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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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是炮炮台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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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看过那个 那个 报告班长 应该 报告班长的时候呢 那一部片子呢 这个都还还在用 所以这个已经是刚废弃 说说他废弃呢 是 还好也不怎么废弃 你看那个东西 可是还可以用 可是一个 炮 炮塔的那个一个架子 就是你有个 这个叫什么炮 要问当兵的才知道他叫什么炮 他是 90 什么 什么 什么大炮 啊 这个 啊 上面有写了 就是这个 有看到 摁腰洞寺 这个就是摁腰洞寺 摁腰洞 腰洞寺 公里的那个 那个 机关炮 机关炮 就是 那个 当时 反共的 宝雷 强而有力的武器 对现在来说 已经是没什么屁用的 我只是开一下玩笑 不要太认真 可以 好 ok 这里的潮叉呢 跟 中部的那个潮叉呢 是差不多的 跟 跟台中是 差不多的 然后那个进水的速度呢 是很快的 所以 看到潮水在涨 就 赶快 慢慢的 测出去了 所以 现在 还是可以到 岛里去看 但是 再过个 以上 进水的速度 再过个 半个钟 你可能 就会射水 就会撩水 就会撩水 这个 常常的速度很快 所以 要小心一点 在这里玩要小心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 有 四个 铁做的 有啊 带着斗粒的 那个 渔夫 渔夫巷 那 上面 底下 有看到很多贝壳 那个就是 它潮叉的 那个高度 就是在这个位置的 那个潮叉的高度 也大概 就 涨到 涨潮最高的话 就到 可能叫那 渔夫的那个脚底 就是最高的 那个就是 大概 就是 到那个位置 是一个人高 在后 我的后方 再过去 就会 比较 越来越深 到那个 椒岩的 那个 后方 那边的 椒岩的 那个 地方 就会 比较深一点 那个 这个 就是在 标示 要看 你的 那个 深度 到哪里 这里也蛮适合 这个 这个 水 水 蛙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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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条 那个 涉水的 这个 庚鱼 蛮 蛮 蛮不错的 就是 这个 这个 标志 这个 我后方的 这个 就是在标高 那个水的高度 它的潮差 在那个位置的潮差就是大概 接近2米左右 应该不止啦 应该是2米 半 差不多啦 最高的那个位置 就是涨潮到 最高的那个位置 大概2米半 蛮深的 可以把它灭顶 所以这条路要走的话 一定要干潮 好 要干潮底来走这条路 好